繼續來看的是 美國北卡羅蘭納州 星期四爆發槍擊案 兇嫌跑到當地一條知名的休閒 小禁開火 導致五人身亡 死者包括一名休假中的員警 警方隨後出動大批警力 圍捕槍手 將歹徒歸捕 歸案 陳牌警車包圍案發地點 原本休閒放鬆的地區 現在成為槍擊現場 美國北卡羅蘭納州 當地時間十三號下午 爆發槍擊案 槍手手持長槍 跑到首府羅里 一條適合慢跑 騎單車的綠色小禁上開火 導致五人身亡 其中一名罹難者是休假中的員警 警方緊急要居民在家避難 並派出大批警令搜捕槍手 長達幾小時 終於在晚間逮到嫌犯 這已經是美國今年以來 第二十五起罹難者達四人以上的 大規模槍擊案 警方沒有公佈 兇嫌年齡和姓名 犯案動機 也還不清楚 不過 北卡羅蘭納州槍支法律 彼得州等南部州嚴格 購槍必須進行背景調查 兇嫌如何取得槍支 仍帶釐清 公視新聞 希望您編譯